針對農舍新建受相關規定限制 日前議員由宏達要集彰化農田水利會等等人員 前往民間一處農田了解與協調 農民們向議員反映 需要建設基居室與農舍時受諸多限制相當不便 就是要來經過關鍵交代工甚至是白水的問題來接引出 現在農舍法新規定非常嚴格 包括白水要來發照 使用這條頂頂都造成我們鄉親非常大的無了解 發令的繁瑣 我們也希望中央單位不要為了要放置 一些不少的鄉人或是財團 用農地去農舍和工場 就來控制我們的農民他們的管理 為了防止農地非農用 部分的工廠與別墅等等違規新建問題 近年來設立許多相關規定與限制 卻造成農民的不便 就是說我們中央單位要檢討的就是 不要因為控制這些 一些貨物這些工場跟別種 就來影響到建構 有很多我們的鄉親的這個管理 所以說這個非常不好 我們也希望立法醫有些委員 和我們中央農委會 包括我們的農政單位 要來替我們農民來接送 替我們農民來幫忙他們 別說因為這樣就來造成他們的困擾 因為我們的農民就是在這裏 在經濟做產的鄉親 如果要去的話 即使或農事做成他們的不便 議員尤鴻達呼籲政府 制定相關規定 要多站在農民們的立場設想 體諒農民的辛苦 以保障農民們的權益 民意新聞簡易分民間採訪報導